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球就非常精彩了 一比四 漂亮 安于复健进入状态 漂亮 也开始进入相识 这会更凶一点 得拨出来一点 接着还是有些稳 开始发一些下圈球的战术了 难于这个球 也可能是 还是想扎开平时 手感是真的不错 嗯 刚才就像方某说 其实这种是慢于是比较好的 我靠 发上选 然后就开始形成相识 对 就像 这个弱点变得非常好 还是下圈体系 哦 这个反手就有一些变化 嗯 主动发长球 下圈体系多一些了 这两个 大家这两个发生 这球其实 其实这个能看出来 擦边又是一个擦边 其实我觉得 曼玉战术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打血相识 我觉得还是曼玉要好一些 包括像这种 其实上手机会比分的压力还是在这 毕竟是5g3胜不是7g4胜 这球 这个变化 其实 曼玉侧身去进攻 可能我觉得效果会好一些 对 搓一下 但是这一会儿的 对 这个碰到加加这种 这一会儿的 有点 我挂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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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挂一下 是 我挂一下 我挂一下 你挂一下 我挂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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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人直接进入相识的 这曼玉只要是侧身 这曼玉只要是侧身 看全部正式短 然后侧身进攻 嗯 其实这个看看佳佳怎么去办 你看 这就是运动员的一个猜心理 其实上一个就是发了擦网 然后连续得分 包括我觉得刚才那个接发球也很重要 接到了正手小弹角的一个变化之后 把中间位看得还挺死 你看曼玉可能会一直罚她正位短的 容易点翻手过来弹 你看现在这个所有的我觉得佳佳还有机会 对如果这么这么去打的话佳佳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说一味的在 还是想通过解号解出来 目前这个战术用的非常的好 啊自己打了一个发枪 好 好 好 肯定的 曼玉也盯住了 这个时候其实佳佳没有佳佳搓防手长的用了 调打用了 反手接用了都不好使 你看他怎么怎么都用了 但是他唯独没用什么 就其实曼玉也没有什么进攻的办法 你看现在他完全打不了的 变化 哎自己还是没有 你看全部正手短 从门玉 现在箱子就已经完全打不了 是非常大的 对 4比10 这个曼玉这些战术 佳佳必须得通过一些 其他的变化来干扰曼玉 再追2分 可能曼玉收入要求 10比6 就是佳佳 不正如短 11比6 对吧 作为一个尝试 要不就 其实我觉得就两种办法 就是发反手为 和反手为短 反手为长 正手为短 就不要发了 对 发到这 佳佳这么 非常好 发到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 不能发正手为短的 都发反手为 这个球曼玉的 你拿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会不会事事百短 又去挑 这个质量 没有反手为的击球了 对 在形成 形成这种局面 在这 嗯 评不错 嗯 一个也不相信 嗯 你看其实打成这样 这样其实输了也没有办法 就是所以你会很小心 就生怕被追回来 落后的时候感觉输得很快 对落后的心态了 7比4 现在是绝对的优势 曼玉这个相视手 但这两人 他对缩了 曼玉这手一旦上手 比拼的是这种前团板的争抢和弱点 11比5